嗨,大家好,上一个视频我分享了韩语和汉语的七大区别 分别是语序、介词、附加语素、敬语、省略主义、时代以及年音现象 假如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上一个视频的话,可以找回来看 这样就比较永远理解 我接下来要用我吃苹果这个句子来看看韩语和汉语的区别 首先,我吃苹果,I eat the apple, saya makan apple 汉语、英语和马来语都是SVO语系 先足以subject,我,I,到动词verb,吃,eat 最后到兵语object,苹果,apple,而韩语是sov语系 先足以subject,到兵语object,再到动词verb,也就是我,苹果,吃 我,韩语是那,吃是莫达,苹果是沙瓜,汉字其实是沙果 韩语的sov语系,转为汉语就是我,苹果,吃,那,沙瓜,莫达 但这个句子在结构上并不完整 因为韩语的subject和object后面需要置入戒词 我,苹果,吃,加上戒词就是我,能,苹果,日,吃 转为韩语就是,那,能,沙瓜,莫达 上个视频我提过,一般上当说话对象很明确时 韩语可以省略主语subject 所以,那,能,沙瓜,莫达 省略主语我,那,能后,简化成 沙瓜,莫达,也不会削弱句子的含义 我们从沙瓜,莫达,加上实态 就会组成以下的句子 现在是,我吃苹果,沙瓜,莫达,莫,果 注意看,莫,果,吃,是由莫和附加语,苹,组成 不念莫,苹,要念莫,果 因为这里有年因现象 沙瓜,莫,果,加上非正式金语,尤,就是沙瓜,莫,果,尤 正式金语,加上,什么,大,就是沙瓜,莫,什么,大 过去是,我吃了苹果,沙瓜,莫,果,所有 莫,果,收,莫,果,所,吃了 这里也有年因现象 加上非正式金语,尤,就是沙瓜,莫,果,所有 正式金语是,沙瓜,莫,果, chemita 未来是,我要吃苹果 沙瓜,莫,果,果,亚 加上非正式金语,尤,就是沙瓜,莫,可,果,也,尤 甚至金语是 Sakura Mokko Simita 另一个未来是 带有较强的 我要吃苹果的决心或意读 Sakura Mokko So 这里还有年龄现象 加上飞制之金语 Yoh就是Sakura Mokko So Yo 甚至金语是 Sakura Mokko Simita 现在进行是 我正在吃苹果 Sakura Mokko Itso 加上飞制之金语Yoh就是 Sakura Mokko Itso Yo 正式金语是 Sakura Mokko Itso Yo 还有 现在渴望是 我想吃苹果 Sakura Mokko Sippo 加上飞制之金语Yoh就是 Sakura Mokko Sippo Yo 正式金语是 Sakura Mokko Sippo 顺带一提 韩语的Sakura 除了是Sakura 或者是苹果的意思之外 Sakura也可诠释为 另一个韩语的汉字词汇 谢过 道歉的意思 所以在韩语 当要向人道歉时 通常会请对方吃苹果 Sakura 来谢过 表示歉意 这是韩语 同音字的应用 奥妙之处 当然 我们汉语也有 类似同音字 随音字 巧妙运用的情况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次的解说 有没有让你更清楚的了解 汉语和韩语的区别呢 好了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